再者,这位大一记,用一记,最贴切的话,就是你今天为什么活得这么不快乐? 就是你每天都在追求外在的境界,从来没有去关照内在的起心动念的痛苦的根源。 痛苦的根源来自一个没有智慧的心,这个没有智慧的心时时刻刻望直,时时刻刻望分别,时时刻刻望动。 所以,人之所以痛苦,在追求错误的东西。 没有金钱,很辛苦,但是没有智慧,是生命当中最可怜的人。 人之所以痛苦,竟然在追求错误的东西。 那么,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能够快乐?很简单,放弃,放弃,把追求五义,六成的这个心。 反过来,要追求佛陀无上的真理。 佛陀无上的真理,要冷静一下。 你们的头脑也不比师父好。 所以,你们的学历也没有比师父高。 论聪明也不比师父聪明。 能干也不一定超过师父。 那,人家为什么要出家? 简单。 因为这里能够让我得到生命当中真正的安稳,真正的幸福,真正的快乐。 所以,师父都是用一句话,就是佛法是可以用生命去付出的。 这句就是我学佛四十年来的感想。 佛法是绝对可以用生命去跟他赌的。 你可以,你不要把生命放在赌场。 你不要把生命放在吃喝玩的。 你也不要把生命放在唱歌、跳舞。 你不要把生命放在追求五一六成。 诸位,那个是生命法的东西。 天是棺材盖啊,地是棺材底。 天就像棺材盖,地就像棺材底啊。 无论闯哪里啊,不管你怎么搞。 总在棺材里,你一定会躺下去棺材。 这个世界,这个世界没有一种东西是实在的。 所以,人是所以痛苦,在追求错误的东西。 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真正的幸福,快乐的, 远远是来自一个智慧的心。 诸位,我们的心没有安详,没有智慧。 幸福无从建立。 我们的内心二六四中,从来不自主。 再者诸位,不自主的人生,你怎么会得到快乐? 自主要建立在智慧,能够看破,看破就自主。 认命就超越了算命。 如果你不认命,你就跟命运抗拒。 你跟命运争吵,你得到什么? 你今天所碰到的老公,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子。 你一直跟命运争吵,能解决事情吗? 又没办法解决事情。 直下无心,便是当。 就认命,就接受。 不抗拒。 日子就好过了。 智慧就现前了。 啊。 至绝。 至绝。 也可以入口努力。